明安山 有狗手 我是翁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是 雙狼狂亂鬼 那我們在開始牌組之下 請先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大幫助到我 相關的社群動態都顯示在畫面上面 歡迎大家訂閱以及追隨唷 最近有在預購超美的 壓克力生日金磚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資訊欄的地方去預購 以及還有我們的聖誕節的滑鼠店 超大超好用 而且非常的高級 有防矽膠處理 還有就是這個 萊卡布的材質索編 超棒的 那我們回到牌組本身 這一次的DLC加強 狂亂鬼可是就是 微幅增強 又或者是說大幅增強 變得更加的噁心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 增加了這一張 薄木狼人 露珠與威露 這張牌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 你在六費的時候 排下他 只要在自己的魂當中 當敵方的蟲者被破壞的時候 只要這個蟲者為未攻擊狀態 他就會一直瘋狂的攻擊 然後上限為5次啊 那上限5次等於什麼意思呢 就是對面只要鋪滿場 甚至是他還有一張的蟲者 他擁有羨慕的效果 你都可以把那張 誕生出來的蟲者就把他幹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他攻擊值 如果對蟲者進行攻擊 則會獲得下一次受到的傷害 轉變為0的效果 給自己專者一點傷害 你在結場的同時 還能夠就是去摸對面的血線 然後還有就是 陸長局給予自己的主要者 自己的回合當中 每當自己主要者受到傷害 也是給予敵方的主要者一點傷害 回復自己主要者一點生命值 一回合中的上限為5次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在制裁的同時啊 還可以偷偷的去摸對面的血線 然後搭配到這個攻擊的效果 你就可以越多蟲子 你就打越多點 比如說他場上有5個蟲子 你就可以直接砍5隻 然後灌5點傷害給對面的頭上 那除了這一個效果以外啊 我覺得他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7費時可以讓你的爆發變得更加的誇張 我們要怎麼去塞到這個生力方程式呢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 你要在5費的時候去開到這一張魅惑狂想曲 只要你是滿足到狂亂狀態的情況下來講的話 就可以拿到這一張的惡魔歌姬嘛 由於惡魔歌姬他打的是分段傷害 會給自己專者3點傷害 那有了這一張的那個露珠與威露的效果啊 你就等於說啊 由原本的這個3點傷害變成可以打6點的傷害 單卡0費打6點超誇張 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原本的葛洛達特啊 大家都記得一個口訣嘛 就是3加81點 可是現在葛洛達特他自殘也會變成 打對面的頭 所以他變成12點 所以光是就是12點加就是 一張的魅惑狂想曲的歌姬 這樣的話就是兩卡18點 那兩卡18點啊 這樣只需要花你幾費呢 只需要花你4費 所以正常來講的話 你7費時都一定可以OTK 你只要隨便再補兩張的自殘 不論就是積分的副總長進化啊 或者是你可以去打到兩張的核心男人 兩張的惡魔催堤手 甚至兩張的凶猛豪叫都可以直接帶走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也可以補上一張的銀劍金局 還有一個最強最噁心的OTK就是 因為剛好是7費嘛 你做一張的葛洛達特加上一張的歡愉 這樣就是6攻 然後歡愉會變成 因為會資產的關係變成7攻 所以最終啊這套牌組啊 人在7費時打到的最高傷害為25點 甚至是連現在還蠻火紅的那種 最大血量的控制仇都扛不住 所以這套牌組的爆發真的相當高 如果你這樣都沒辦法把對面給帶死好了 你也刻意的留那些制裁 然後留你去等到8費的時候 衝兩張的格鬥 然後搭配到一張惡魔割局 那個傷害是可能可以一回的灌到30點以上的 所以這套牌組啊就是如此的簡單暴力 如果你原本就是有在版本出幾期這套牌組的人 一樣現在又可以拿出來玩了 那我還是有做一些稍微的調整啊 首先魅惑狂想起就是這一次的重點嘛 我還是給他放滿的 那這一張呢露珠與威露啊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張可以放到剩一張啦 可是如果你有比較多張的話 要放到三張是要去考慮的一個地方 因為畢竟啊你只要拿到一次效果就好 但是如果你在新手的場次來講的話 他的幾場其實還是蠻強的啊 一卡直接等於說是審判 還留一張的惡事還蠻噁心的 發育的重者啊是只會抽副重斬自己本身 又或者就是抽一張的威迫的防規對待 來防止自己直接自殘死 然後剩下都是高距離可以抽到這一張的葛洛達特 然後搭配到很多很多的一費的制裁 二費的過牌制裁 以及就是可以幫你拿一些AOE的情劍惡鬼 因為這個版本的重者啊真的是他會撲的 所以我們AOE是選的比較多一點 那你可以自由調整就是情劍惡鬼的數量 以及惡魔骨手數量去做到一個相互的交換 那當然也有一些人是覺得說 沒有狂獎劇可能比較難拍啦 因為無費等於是空過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啊 有很多對局真的是 對方就是賣一個機會給你 你就是要直接 果斷給他排下去 賣個血不會死 你下一回合通常都可以去誰要斬殺 有夠快樂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局的部分喔 因為畢竟啊我覺得能夠選配牌真的是有點少啊 通常都是直接調整他的數量 好的首先看一下第一場的對局 由於這套牌主啊打大大龍的勝率很高 所以我自己覺得啦 如果你的環境中很多大大龍 可以多多的去帶這一套牌 然後只要記得就是說 趕快去提起你的雙狼以及沒有狂獎劇 幾乎都可以去找到宅殺 那前期的時候怎麼撐呢 就是去找到你的歡愉 然後搭配到進化點就可以去把他那個大場面給回收了 那我們已經拿到想要組件的5費跟6費有夠快樂 前期的時候當然是要直接換滿 就是1 2 3 4 5費啊 那這樣是比較好去應付前期的 然後狂用吸血鬼還是有一些要點 就是當你有出現複數加速2的時候 我優先都會先做鋪場的動作 因為這個是自喊兩次嘛 這個也是自喊兩次 但是他過兩張把他過兩張把 但是他多了一個1的體質 現在場上可以先做一些交換 是相對起來比較好的 像是對方如果跟我交換的話 我至少可以換掉對面的惡意 如果我是打勢力從魔的話 那一張的惡意會打到我頭上 還蠻傷的 然後這裡我是直接選擇 在開一張的勢力和惡魔搭配到 就是一樣 抽牌的手段要先下 通常這打暗影十張 這是基本功啊 就是要把先不取的東西 先把他丟出去 然後抽牌又先拍 那催地手先不拍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只換一張的1有點虧 還有就是我會希望可以觸發到 就是說他這個吸血效果 那我現在已經狂亂到了6次嘛 所以我要強行對狂亂的話 我必須再下一張的催地手 讓他可以回到3點血回來 哪個3點血 那這裡雖然說有點虧到2費 預期來講的話 這裡是禁骨手是最好的 但是也沒有辦法 那對面使用鋼培恩 再搭配到護海人魚之後 還有虎金衝浪加場面的攻擊力只有2點 這時候該怎麼做呢 因為你已經確定了 你有這一張的露珠與威露 所以這裡就是直接果斷的流 然後其實我之後想想 甚至連這一張的奪利路都不用拍了 因為我這裡去解 雖然說是可以少賣一點血啦 但等等的話啊 這個一張的露珠與威露啊 就少去摸到那一點血 當然這裡有點看個人啦 還有就是如果你留下進化點來講的話 會比較有幫助的是 可以去防止對面 呃...冥玉象以十字 當然這就是個人 看人想一下要不要去防的 那我會覺得 有事後盤的話 會覺得要防比較好 那這裡 伯木狼人露珠與威露 直接出來之後 搭配到雙姐 然後還可以摸對面2點血 其實這裡有沒有摸 我都覺得還好 因為你的最高斬殺血線 就是25點了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斬殺的關鍵 給極其的有夠噁心 即使對面這邊是拍一拍的盾 除非他是躲獵之惡 不然的話 我們都是輕鬆給他過去的 那如果他這次躲獵之惡的話 我可能加要先賣一張的積分 副總斬的進化 然後搭配到旁邊的 那個...制裁 又或者是要用到造成惡魔 去做好一個全場打死的動作 但如果他血再加多一點的話 會有點難辦 那這裡直接 蹦蹦蹦蹦蹦蹦蹦 就光靠一張的惡魔割技 搭配到葛洛爪 他就直接帶走18點血了 這就是最噁心的 我們的狂亂吸血鬼 請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殘的對局對到的是復仇者 然後我們拿到一個後攻 不管先後攻呢 我還是會傾向於可以考慮留下一張的 惡魔指揮 以及一張的薄魚以及陸珠 那我們這邊有1費了 然後接著的話 在進化點回合可以去進化激憤副總長 先確保那個葛洛達特進來 所以我這裡可以先考慮拍下惡魔吹敵手 那由於對面現在環境當中 大多都是比較偏向控制的 如果是機械醜會很難打 但如果是控制了 那就不用太擔心 我們就是穩穩的做自己的事情 這樣很明顯就是胡晶體嘛 那他手中要不就是人造的 要不就是萬千強炮 要不就是黑洋的多 所以我們這裡先稍微耍費一下 結果沒想到他是有選擇 就是造物的構築的 這裡搭配到一張的伊妮娜 那這裡來講的話 因為我會覺得說 可以先拍一張7分步驟長 下一回可以去偷這個費數啦 所以我先壓了一張 那這一張的荒譽來講的話 也大多的情況下 會希望他是進場 就可以直接進化 然後去少掉對面全場的 結果對面是沒想要直接使用到 這一張的改良心傀儡 然後這樣他可以結得非常的爽 而且是全換光一張的試費 直接換光我的場面 我直接傻眼 對 但是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畢竟對面是控制型的嘛 讓他強點場面 我賣一點血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當然 為了預防萬一 所以我這裡還是強行的 就是留了一下血量 然後把自己的血量 來到就是18點血 然後就可以去投資一下 無費能不能直接 右手進惡魔哥基 做一個流利的動作 然後對面已經開始去 複製他的萬千槍包 但是他沒有去融合他的 吃愛的支配者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判斷 就是說他沒有加價的動作 他只是不知道他融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這裡就是 魅惑狂小型自己右手進來 我們強行的開 那最後啊 無誤還是要去解掉啊 所以我們這裡 交個進化點一樣 可以去嘗試的去塞到 就是8費10的 6費10 可以去打到 14點血 結果他還是有 持愛的支配者 然後他先弄了兩張之後 米加勒直接強行的過我的頭 這裡是不用太怕的 就像是我前面所說的 他是控制型的牌組 不會突然間把你弄暴斃 他最高的傷害就是 下一天的時候 然後又忍著我熱隊員 打一個7傷 對 然後我們這裡就是很簡單 直接用伯木狼人 露珠與維露 然後接著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等 7費的標準式的斬殺 格多達特 迪亞波羅斯 加上惡魔哥基 25點 即使他這裡直接奶爛 奶到了22、23 我們都可以直接把他給貫穿 對 這套牌組就是弄那樣的噁心 要你手寸進來之後 就是無敵的狀態 那羅薩的罪人格多塔 就下來之後 搭配到惡魔哥基 直接原地跳起來 然後再使用到第六波波羅斯 那因為伯木狼人的效果 我的惡魔攻擊在攻擊的時候 等於說是可以摸到 6點血的 這裡是25點的OT可以斬殺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戰的片段 畢竟就是 前面打的都是比較偏順的 接下來就是不論輸贏 只要我沒有打錯 然後就可以看一下這套牌組的上限 到底是到哪裡的 然後這個騎手來講的話 我覺得非常好啦 有時候在後手也不需要強行的去留5跟6 因為你自身打之後他們都蠻有機會進來 像現在5就進來了 沒有框下去我是真的選的比較多的 然後先鋪一戰的惡魔催敵手之後 下一回可以先考慮先做惡魔鼓手 先稍微保一下惡魔催敵手 這樣整體來講的壓力會再做得更大一些 那等等的話我可以再使用到惡魔指揮加 就他三倍沒有做從者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繼續投傷害 看起來對面是要讓我罰戰到底了 喔這裡進了一張的私域寵魔 先看一張啦 希望可以進一張的一飛之殘 有了 那這樣是更為理想的 那由於對面是比較偏向控制型的牌組 那私域寵魔啊 就不需要把他融合變身為養育血族 那如果對方啊反過來是比較 看一下喔 哇這裡少一張欸 是對真的少一次 好沒關係我們先進化惡魔鼓手 如果對方是反過來比較偏兇的牌組的時候 你可能要把那張卡片 那張卡片適於什麼 開成養育血族 這樣你就可以在五費的時候 做妹妹環球 六費的時候用那一張的路珠 直接怒回一波 對面有多少從者就可以回多少血 陸珠與維魯 我們對面使用到了慈愛支配者 要把這個場面給回收掉 那我們這裡可以先穩穩的先留一下零 那至於要不要把那個最後一隻給繳出去呢? 就看你個人呢 可以考慮賣血欸 說實在欸 現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賣血我還可以偷血 好啦 算了 反正我現在進化點比較多 我覺得可以解一下 一方有什麼外衣 哇 我怎麼感覺都打出這種類似順著來的 這裡六費又可以去拍伯木狼人路珠與維魯了 先拿這個效果之後 他已經沒了 對 他人已經沒了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強的 但這套牌組 評價往事給他只有 T3 我再思考一下 對 可能我自己私心會認為是在T2下欸 帶有點私心啊 那對面是直接龍 但是他沒有龍龍三張 只能用一張人造樂園 他有從手的時候 他奶再多血都沒有任何的意義 因為我們這裡的爆發傷害是多少點呢 21點 三張的制裁和仙藍人都是傷害 所以 這裡是完美的葛多達特點頭之後 搭配到一張的惡魔哥基 光是這樣就是18點血了 喔 但是我要想辦法過這個盾 我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 所以其實我應該把那個傷害點在對面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守護上面 不要像我一樣喔 我是現在因為PP夠啊 所以我就打的比較隨性啊 但你要先算一下 他 蹦 對 這樣剛好是夠的 對對對 哇 這樣才是剛好夠的 如果我點到他這個盾上面 現在會少一點點傷害 但也沒有關係 其實我們下一會兒還可以再衝一隻試試看 怎麼感覺有點順欸 還要再測一場嗎 我們快速的再測一場 我們看一下這是2.0倍數的叔叔 好的 接下來我們遇到的是皇家 皇家是認為很難打的職業 要不就是他撲的超級的兇 要不就是我沒辦法維持在一個很安全的血線 這由於是後手啦 我覺得可以考慮留這個入珠與微露欸 留一隻俠欸 尤其是皇家很需要用到這種 ALE一直少一直少 那他放的又比較少 反正是5阿 你有可能是無法強襲的留下來的 結果那一回合不一定安全 如果他撲一張的莫妮卡 然後逼你的話 你會覺得說 頭非常的大 那我這裡是把兩張的核心藍人 最強的1給留下來了 等等還有一張的進牌機會 如果沒有進到好的1的話 這一張的銀劍狙擊是可以考慮排出去的 喔 結果就財寶 財寶更痛苦了 因為他7倍會先掌握 所以稍微解一下 那等等的話可以用一張激憤的副總斬 或者是我跟他做一些交換 因為目前我手牌都是OTK了 所以其實我換一換之後先看一下抽什麼 再決定要不要打頭 也是一個蠻可以的做法 要看我有沒有機會就是在6倍殺到一個安全血線 然後接著的話 這樣的話我覺得要去找到養育協助耶 必須要在後手的時候開到養育協助 所以激憤的副總斬可能要被逼著打一張喔 對面使用崇高落淚 這裡短劍還要戳嗎? 他沒有要戳的意思 好 那這樣只能這樣了 為了維持為了血線 而且我們相信還有可能會有下一張 這樣會逼他一張短劍戳他 戳一張的三一 這裡他應該是可以做到雙解的 短劍鞋子 然後呢 他最後一費 很像拍不了什麼東西 除非他還有一隻 哇 這裡要想一下喔 刺出還不夠耶 如果我強行看 因為我還是要抽到葛洛達特 所以我必須要看養育協助 所以這裡啊 微波防衛隊長養育協助 我們催堤師喔 我進了 那我覺得要先把這個和諧男人給誰出去的原因是因為 我要耗一點血 我下個才有更有餘育可以去做妹活狂牆去 就不等於完全通過啦 那這樣羅傑的話應該會去用那一張的惡意去換掉一一 然後有一隻不知道什麼東西必須要換掉我的零二 如果他再差就是拍一張的朱莉葉來解 哇嗚 環境之杯 來回來 這樣其實對我來講是有點傷的耶 我覺得 並不是太好 財寶王真的是好強喔 這就是我們的T1嗎 哇連海巢炮怎麼都拍了耶 他瘋了 這裡 必須要改變戰術了 沒辦法開了 這是我前面所說到的有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那 我覺得更為理想的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做 一張的迪亞波羅斯懷孕 然後把這個場面給收掉 又或者就是 直接做情間惡鬼 惡魔吹底手 然後把這個血量給奶回來 我覺得要找一下牌 因為我們不需要維持一個不錯的血線 所以應該是惡魔指揮家 惡魔吹底手 他會到情間惡鬼 這裡可以用邪惡指揮 然後 這裡當然 可以把這個進化點給攪出去 這樣的話我會維持一個比較好的血線 然後可以洗血 這裡再奶 來到十六年線 如果他真的開上線就是 怒濤副船長的這一回合 然後直接換爛 那還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我血量由於他的財寶的關係 會一直把我摸到十七點血 所以我是防不了他的斬殺 哇怎麼那麼噁心啊 我沒有看到養育水血族 真的是一個 白筆 可是我也是看養育血族 他有機會去塞到格鬥打他他就斬殺了 天啊 這真的是 天啊 好沒有餘育喔 好沒有空檔喔 我真的很想要拼死去做露珠與威露了 因為 再不做 是沒有勝算的 這一陸副船長是絕對可以全部換光的 嗯 血線好難維持喔 因為我大多都在打自己 我已經覺得我好不容易奶回來到十六年線 已經很猛了耶 結果呢 有一個可能 就是我等等要必須要經營惡魔骨手 然後把這個場面給卡住 我還有一張自殘耶 這有點微 他到底有八八啊 他沒有龍耶 我現在只能賭他沒有八八 反正十七點血跟十六點血是等於 死了沒兩樣了 嗯哼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如果下一個要去C斬的話 可以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所以說 我要開梅果框下去 躲他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 這一張要不要打呢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確保了 六弓嘛 十一弓嘛 十七弓 加這個 加這個 十三點 這一張呢 不打也行 喔沒有要打可以 欸等等我想一下喔 這邊是六弓 十一弓 十七弓 十三 所以說 廢數這邊打滿 這張要打 他的 毒他沒有巴洛斯 真將敗了 他要我們就飛 這是我們所能做到的 唯一正結 你看這一團的話 我們就是真的是 被對面的先攻 給搞到了 如果我們先攻的話 就是我們七飛先斬他 哇難怪這版本是先手十張啊 因為太多OTK牌組了 誰先進到自己的OTK回合 誰就贏了 在這一次的BO5當中 誰先贏下波賽的 誰就是獲勝 在這一次的對局當中 神仙搶向先攻的 誰就獲勝 嗯 差不多是至於這樣的感覺 但由於他前面都沒有融合的關係 我們可以 適當的合理 懷疑他沒有 除非他剛剛同路兵力 直接抽兩張 然後一個屌抽 直接抽出巴巴羅斯 那我就沒救了 啊對不起我沒救了 那還要看他有沒有辦法 去找到一張的海巢炮手 他已經賣掉一張了 為了解我那個慘 然後為了把那個場面做大 屁勒 好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這真的沒辦法 而且他還留黃金手勢欸 他這個是C到十九點血 我奶爛奶到十九都救不了欸 原本是十八十九是會活的欸 但是他是C到就是留守勢的這個動作 等於說 他是財寶皇上限 七費十九傷 已經上限了 我覺得送他了 沒辦法了 啊 啊 啊